结算年度盈余了 经济部所属的五家国营事业 每个月都可以调整浮动油价的中油 果然是最赚钱的 前11个月的税前盈余已经有263.1亿元 中油之所以大赚 主要是因为恢复了浮动油价 机制保障了基本利润 再加上油品存货 使得销货成本减少所致 而在去年涨了两波电价 台电公司也是转亏为盈 赚了25.31亿元 倒是没有办法调整水价的台水 亏损了5.74亿元 是唯一亏损的国营事业 另外台糖也是赚钱 税前盈余有38.84亿元 总计到11月底 经济部所属的五家国营事业 累计税前盈余有330.18亿元 充实了国库不少